眼前的女人叫做柳生飘旭 乃是柳生雪姬的亲妹妹 她奉父亲柳生弹马首的命令 前来刺杀断天涯替大哥使兵为报仇 于是她趁着断天涯和小林郑交谈之际 利用迷烟迷晕了小林郑 紧接着突然发动袭击 打了断天涯一个措手不及 牢牢压制住了断天涯 断天涯与柳生飘旭交手的一瞬间 便察觉对方武功极高 并且用的是扶桑忍术 定然是忍者中最高级的上人 实力甚至还在自己之上 为了弄清楚柳生飘旭的身份 断天涯用出了绝招换剑 这才勉强取得上风 见到了柳生飘旭的卢山珍面目 见到柳生飘旭的一瞬间 断天涯顿时愣在了原地 柳生飘旭是柳生雪姬的亲妹妹 长相与柳生雪姬有五六分相似 因此断天涯出现了幻觉 将柳生飘旭看成了柳生雪姬 他以为是柳生雪姬的鬼魂前来接他 对着柳生飘旭述说起了思念 放弃抵抗任凭柳生飘旭一刀刺来 你是来接我的吗 血姬 眼见这么多年过去 断天涯依旧对自己的姐姐念念不忘 柳生飘旭的心中十分感动 他将明艳的解药扔在地上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上官海棠到来 刚好见到了这一幕 将断天涯和小林郑带回了巨金帮 而柳生飘旭受了轻伤 有些魂不守舍地回到住处 遇见了父亲柳生蛋马首 柳生蛋马首见柳生飘旭空着手回来 询问柳生飘旭为何会刺杀失败 柳生飘旭见柳生蛋马首不信 只好谎称断天涯隐藏实力 在关键时刻突然爆发 他来不及防备这才受伤 柳生蛋马首闻言 猛地出手攻向了柳生飘旭 却被柳生飘旭轻松躲开 这让柳生蛋马首更加地确定 柳生飘旭不是杀不了断天涯 而是故意留守没有杀他 柳生飘旭的谎言被识破 连忙跪下向柳生蛋马首请罪 柳生飘旭不忍心杀了断天涯 其实也在柳生蛋马首的意料之中 当时柳生雪姬能够顺利和断天涯私奔 都是柳生飘旭在背后出主意 他经过柳生雪姬的耳濡目染 早就对断天涯暗生情愫 如今又见断天涯如此深情 更是无法对断天涯下手 为了避免柳生飘旭步入柳生雪姬的后尘 柳生蛋马首再次要求柳生飘旭 前去取回断天涯的人头 可让柳生蛋马首没有想到的是 白天的事情对柳生飘旭影响很大 再加上以往对断天涯的印象 柳生飘旭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断天涯 也想清楚了柳生雪姬为何会死 柳生飘旭想到这里 不禁羡慕起了柳生雪姬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可断天涯依旧对柳生雪姬念念不忘 话分两头 一道刀光惊醒了断天涯 断天涯拿起短刀反击 才发现袭击者是小林郑 本来以为是兄弟多年未见 小林郑故意试探自己的武功 可小林郑接下来的话 让断天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你的左肋之下是不是有些酸痛 不错 是有一点 你是中了柳生蛋马首的碎骨折 这是一门非常阴毒的武功 中长者七七四十九日后 骨头会化为粉末